把这个统计 简单的统计稍微了解一下 那这个刚刚跟那个上个学期 有一个课其实内容有点像 但是不完全一样 我有稍微做个调整 首先的话呢 可能我们会强调的是 比较基础的部分 像刚刚那个操作部分 像这个如果出现这个箭头 如果以后你看到这个箭头 如果你要把它削掉的话 当然就是记得 这边有个筛选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对于这个功能不太熟悉 但这个功能非常重要 我发现很多人 应该知道可是却不知道的功能 其实相当的多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不会 你说真的你要怎么查资料 OK 你说一般查资料不是什么 寻找嘛 常用里面不是一个什么 寻找在这里 寻找还有取代 可是问题寻找 只能是寻找一个 而且寻找完的东西在哪里 它就是告诉你在那边而已 但它不会让你把它全部都 列出来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把你要找东西 列出来的话 那你恐怕会需要用 用这个筛选可能会更加的恰当 那筛选 它实际上就是会帮你把资料列出来 所以如果你要恢复的话 就把它筛选再把它取消掉 那这样它会恢复了 OK 例外的话 它如果要查其他的话 再按一下筛选 然后再去找文字筛选 给它用包含 包含就可以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绝对不能用等于 因为如果等于的话 它会找这个储存格里面 完全一模一样的 一定没有一模一样 因为我只要找关键字 所以关键字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它这个字 在这个储存格里面的某一个位置出现 所以一定要用包含 OK 所以第一个 但问题这个筛选的功能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筛选出来结果 它顶多是帮你怎么样 比如我今天再找3 找3 OK 3这个关键字 它顶多是帮你把它 这个有的显示出来 没有的隐藏起来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有蓝色的表示说 它目前没有隐藏 那你说这个前面的列号 这个第五列 所以它等于是说 把第二到第四列的资料隐藏起来 那其实并不是不见 所以我看好像旁边这边是有个箭头 其实你往下拉它好像也会出现 它其实就让你躲起来而已 躲在哪里 躲在这个里面 所以其实第四列还在 那第三列你再往下拉 第三列又出现了 OK 所以它其实只是说 把你不要的东西把它藏起来 那你要的东西显示出来 大概就这样 如果你假设要把它 另外放个地方的话 就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你就是要把它游标放A1 然后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后开一个新工作把它贴过去 大概是这样的 可是其实是还蛮麻烦的 变成说你要做很多个动作 才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啦 有几个需求 比如说你说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不可以有个方式 我不要每次都涂法练钢 我希望可不可以一次按个按钮 自动把1到10 全部都把我资料 一个一个放在一个工作表里面 当然也可以啦 只是说你要把程式写出来 OK 要怎么样把那个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那你就要想办 如果你不会写程式 那之前讲过 你可以用录制的 开发键里面有录制 再来做修改 就OK了 所以这个大家一想想看 因为这个难度其实比较高一些些 如果可以做出来 那表示你真的厉害 工作上本来就需要这样的人 因为你说真的 每次都涂法练钢 那今天做完明天再做 明天做完每天都再做一次 那以后如果你把程式写完的话 你按下去不就OK搞定了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相同的点 所以如果假设我们需要把这个1到10 帮我自动列在这边 最好是一个程式按下去 它就可以自动帮我把我要查的资料 全部查完的话 OK 那当然这个可以想想看怎么做啦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希望统计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再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我在这个把它的这个工作名称 改成叫做统计关键字好了 那当然你可以有点类似像苏纽分析表 不过苏纽分析表变成说你一定要有那个栏位 才有办法产生那个资料 但目前我们成语里面没有那个栏位 所以变成说假如你未来如果要像做出这个苏纽分析表的结果 可是它又没有办法用苏纽分析表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变成你要自己先建一个表格 OK 所以你要先前置作为一 在这边插入一个这个工作表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在这边 输入第一个栏位名称叫关键字 那因为我希望统计一下 我刚刚提到了 我想知道一下到底成语里面1到10哪个数量最多 他应该猜可以猜出来了 应该是1吧 OK 我猜应该是 可是呢 那第二呢 第三呢 哪个最多的前三名 你可以告诉我 好那哪个最少 哪个最少 哪个最不受青睐 你其实也是 就是我们传统观念里面 哪个应该最不常出现 因为有谐音嘛 我在猜应该会是4啊 4会是最少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的时候不知道 你怎么能够知道 OK 这个时候当然 你不要像 有些人傻傻的自己慢慢算 有没有 像我发现真的有古人 古人的那个 做一些文献学的研究 他要怎么做 用人工的方式来做 哇天哪 真的是佩服 有些人甚至很认真的 把每一个文章都 每一个这个 这个资料全部读完之后 再去统计 可是我会发现说 你用算的怎么会算得准 有时候你老眼昏花 或者晚上灯光 或者你疲劳的时候 那的面会算错 可是如果今天 把它输到电脑 这个问题应该就不会发生了 OK 所以啊 为什么你说以前 为什么他没办法做一些 大量资料统计 其实没电脑 对不对 第一个 那你说现在有电脑 为什么没有人大量去做 因为不会啊 OK 因为我发现 真的文学院同学里面 很多其实不太会用Excel 来做一些统计分析 所以我这边 是希望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我今天有这个需求 所以等一下练习一下 假如呢 我们用筛选 OK 没办法 因为筛选值 告诉你说里面有几个 而且你要做十次 才能知道数量 但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只是希望说 简单的想要把 一到十到底 它的数量各是多少 那我就先给一个关键字 那底下是输入啦 这个一到十好像没办法 自动产生 便你要自己打 然后在旁边加个数量 最后我是有把这个框线加上去啦 框线很简单 常用里面这边不是有框线 好吧 把框线加起来 你说老师那我不喜欢黑色框线 那当然你这个颜色你也可以自己改啦 这个我想自己再设定 反正就是先产生一个表格 接下来如果要统计的话 你说老师那我要怎么样可以 有点像刚刚下的关键字包含 然后它可以自动帮我算一下 到底前面这个范围里面 它有多少个关键字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特别注意哦 有点像筛选哦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想到一个函数 哪个函数 插入函数里面 哪个函数可以帮你算数量的 还记得吧 上学习好像有用到一个函数 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 数量的话 反正你直觉一定是想到一个 算数量 英文单字就count 对不对 算数量就count 所以以后直觉统计 你在哪里呢 在这个插入函数里面 有一个统计类的 叫做count数量 OK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要不是只有算数量 我要算数量如果 如果它是这个关键字一的话 那我帮我算一下它的数量 所以好像越来越接近答案了嘛 所以如果你要用的函数 这个函数应该是算数量如果啦 所以是count if OK 那另外如果将来顺便讲一下 如果那个关键字有不止一个 可能有两个的话就count if s 这个s的话指的是多个数量 所以你们可以玩玩看 这个我想这个函数我们之前有用过啦 所以你们可以试着玩玩看 那按这个函数我跟各位讲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会用这个函数的话 哇那以后地方真的就不用自己算了 反正你只要跟它讲说你要算什么 它自动帮你把结果给算完了 那算的方法怎么算呢 按确定之后 首先的话它问你两个问题 一个是range 一个是条件 其实它有时候你如果点太慢 它有时候跳会跳很慢 好 跳出来的话有两个 第一个的话 请问一下哦 你如果看到range的话就范围 这个范围的话意思说 请问一下你要查的资料范围在哪里 那显然要查的是什么 查的就是乘语的那个范围 乘语那个范围因为乘语在哪里 乘语在这里 所以请你一点选前一个工作表 你点了之后它一定会出现这个 乘语的名称后面加惊叹号 所以以后你看到惊叹号 前面就是它的什么 工作表名称就在这里 第二个话跟它讲说 那我的范围是在那个什么呢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A2 因为这个是栏文名称不用 从A2一直到A2的最下面 最下面怎么选比较快 不过你会发现我再点一下 它好像又多一个成语金叹号 这个时候你当然就知道做错了 所以记得把前面这个拿掉 因为不可能有两个工作表名称 然后记得再加上一个冒号 OK 不 跟正一下 应该点它之后 那你就直接什么 Ctrl Shift向下 OK 所以再一次 如果做错的话 点这边一下 然后Ctrl Shift向下 因为如果你要选到底的话 记得不要往下拖拉 你记得组合键 Ctrl Shift向下 好 它就会自动帮你选到底下了 总共是1186 那不过你会发现 还是一样的问题 好像如果你做太慢 它会多前面的这个工作表名称 所以显然这个地方出错了 那把它delete掉 好 这样的话呢 如果做对 应该会看到 是一个范围的话 它应该是大瓜糊 开头大瓜糊 中间一个资料 分号分隔 第二个第三个 一之类推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range 其实就是一个阵列 好 那这个资料OK了 第二个的话呢 就条件 所以我们要找的资料给它了 第二个criteria就条件 条件的话就是要找什么 关键字 当然如果你直接点那个 A2的位置 它一定会显示为0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假设是这样比较的话 这个意思就告诉他说 如果这个储存格里面要完全等于1的话 再帮我加 再帮我数量算一个 可是我们其实 关键字其实只是一部分而已 那可是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哦 像那个刚刚筛选的包含 有没有 如果用包含哦 特别特别特别注意哦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哦 我发现坊间书记 也不见得会讲到这个地方 那我这常做 所以我蛮熟悉的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一个 关键字查询的话 首先你要告诉他 前面不管什么字 所以不管什么字的话 那个东西叫做新号 所以请你在A2前面 加两个双引号 然后再一个end 意思就是在这个前面 加一个新号 不过呢 这个新号前面 通常要加一个等号 等于啦 等于新号 意思说呢 不管前面这个字是什么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 结尾是什么 那尾巴呢 就是也要一个新号 新号其实指的是万用字元 不管几个字 也不管什么字 反正中间只要有1就帮我显示出来 end 然后跟这样 串接end 然后再一个 两个双引号 在这个两个双引号里面 放个新号就可以了 其实啦 得到的结果就是要涨右边这样子的结果 有没有一个等于新号 一一放在中间 那这个就是用包含 其实就是包含的意思 所以这个蛮重要的 OK 不过这个好像上学期的时候 应该有讲到啦 只是说应该不知道 同学是不是还记得 因为如果你不记得 这个你就没办法做统计了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正确 下面会显示它的数量 算完 这么1185个乘域里面 有1的有73个 OK 那这样的话很方便的对 那按确定之后 当然你向下填满 不就可以把其他的查完了 不过会有个问题 可能要注意啊 因为向下填满 那个列号会加1 所以记得 A2跟A1186 记得前面再加钱的符号 不然如果没加的话 它会造成这个范围 就会变动 所以记得在A2前面加个钱 在A1186加个钱 好 那这样恭喜你 就完成了 OK 所以这个是最后的结果 所以最后公式长这样 等于Cons 然后那个范围 这个条件 最后按确定就OK了 那理论上如果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就全部算完了 OK 好 那可以看到 成语里面 以目前我这个资料的成语 总共大概1185个成语里面 第一名的话 是73个是1 第二名的话应该哪一个 居然是3 为什么 3好像数量是多的意思 OK 所以三人成虎 然后再来什么 再来就是 其次 再来就8 所以好像取谐音是不是 所以 这个8好像最少的 其实我蛮关于哪个最少 其实你会发现 好像1跟 6跟2好像大家不青睐 也不知道为什么 6 6为什么最少 而且6到底有哪些成语 你们可以自己查查看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 其实今天呢 请各位就是练习 当然我这边只是一个 怎么讲 成语里面 当然数量的练习之外 那请各位也许自己找找看 你对于哪一个 哪些关键 比如说你 四季好了 春夏秋冬 到底哪一些最多 或者植物好了 比如说梅兰竹菊 有没有 哪一个最多最少 那当然我希望说 第一个 一个统计的关键字先做出来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我希望画个图表 因为你虽然数字其实已经 算是还蛮容易理解的 但是哦 如果可以再插入一个图表会更好 所以最后的话呢 把这个旁边再插入一个什么 就是什么 这个关键字的一个统计表 那当然最简单的是在 插入里面可以找那个直条图算的 因为数量的话呢 其实用直条图是最简单的 那你就可以在旁边怎么样 点击有没有 只要这个OK的话 再来就简单了 插入里面就有一个什么 图表 它有很多图表啦 我们用最简单的 就是这个好了 然后呢 你就把它点选一下 点到这边 然后让它可以移到 第二的位置 然后宽也许是 让它有十个篮宽 那高度的话 大概就是15个列高好了 类似这样这样 OK 好 那就完整 另外这边上面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什么 统计关键字好了 那我的习惯 通常还是会把这边改个颜色 改个出体 然后也许这个字稍微把它放大到20 那你会发现 这样已经就还蛮OK的 那当然你可以再试试看 就是说统计的也许不一定是数量 可能是 当然12生肖之前也做过了 你可以再查一下其他的观点 像成语里面 比较有没有一些什么你比较有兴趣的 你想知道 好像元宵节常常会拆灯米 拆灯米其实也可以从这边取材 OK 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